各位市长好 因应疫情善用数位多媒体资源及线上课程平台是必要的趋势 在这支影片中将以英语文领域为例 分享教师如何使用英才网进行备课 首先第一个步骤 老师必须先了解自己接下来的教学课程内容为何 例如以我的三年级英语课为例 我接下来要教的单元是Lesson 4 Do you like tigers? 要教授的单字是这些 此外在课程剧情部分我们会学到 Do you like tigers? Yes, I do. No, I don't. 的问答句 在了解课程内容之后 我们就可以上英才网开始找资料啰 在老师们登录英才网之后 请选择上方课程学习 这里会分为课程列表及知识结构 请选择知识结构 科别请选择英语108 年级部分建议老师就利用全年级来做查看 因为在英语文领域 有时候同一个主题内容会在不同的年段出现教材 接下来上面的搜寻节点 请打下中英文关键字 例如我想要搜寻的是动物 我就打动物的中文 它就会出现非常多的教学资源 老师们可以一一点进去 选择您适合的内容 假设我已经选好我要的教学内容 是1-3-6-5-3 这个对于我学生要学习的内容比较符合的话 我就可以选择来指派这个任务 接着请到任务管理 任务指派的地方进行指派工作 在步骤一会发现它已经预设是知识结构学习 代表指派给学生的是影片及练习题 这边就不需要做更动 在步骤二设定部分 请先选择英语108 版本学习表现 年级部分我刚刚抄下来的号码是倒数第二码5 所以我就要选择5年级 单元则选择第一码1 能力指标是1-3-6 能听懂课堂中所学的字词 老师会在这个地方看到有一个白色的勾勾 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当它是勾选的状态下 学生是已经自习过这个内容的话 他就会自动把它归类到已完成任务 所以为了达到学生都有确实在看过这个影片 我会建议老师把这个勾勾取消 接下来往下拉找到您要的知识节点 选择加入 在任务建立的地方 任务名称老师可以依据自己的习惯 您可以打日期或者是打课程的名称 那假设我要的是动物Animals1 对象我要指派给三年三班的学生 那如果老师要指派给多个班级 也是可以选择的 在时间我会先预做设定 例如我这个任务预计在5月20号的上午8点钟 指派给学生 我就会设定好日期 完成实现 老师也可以自行决定要不要设限 那我要设定在7月31号 那是否开放权限给导师或者是学校 就由老师自行选择 接下来往后拉 确定好 这是我的知识节点 指派给学生的是影片跟练习题 老师就可以在步骤6这个地方下面选择完成 会跳出一个视窗 请问是否要为这个任务增加额外的代币奖励呢 老师可以自行选择 那我要选择是不用 那这样我的任务就新增完成咯 新增完成之后 老师可以到任务维护的地方查看 就可以确定 好 这就是我刚刚指派给学生的任务 那我就轻松完成备课了 老师们可以试试看哦 年轻松 第一段时间 我们带来用 其他任务的耳朵 是没有用 带来拿来 你们看 走 走